动物园 赚了没必要的人 花了没必要的钱 只希望没必要的争端 没必要再出现 但我发现这个 天翻地覆的变化 确实让我们眼前是日新月异 这波在去年 一股嘻哈的风潮也席卷了全国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今天的第一位表演嘉宾 李宁的签约艺人 中国有嘻哈冠军获得者 在歌手的舞台上 正绽放异彩的盖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有请 深圳 终好夏季游汤汤都更多毛 来比哈早 年糕都小 歌声都有让只得严富心头绕绕 绕着聪明差 那么结果反被聪明步 老子里first听完 过人为几顿都哭 烂干凌湾东腹 打几别地里青豆禄 这胸在哪个level 凝果心头都有数 吃不完累后我过游 前期拉来撒 深圳有没有会唱的 手都借给我抱 左边的右边的 哎 欢迎光临 5 4 5 4 3 浪子吃红狗 你吃红狗地了 对你小红狗 以为我讲礼貌 恨后有好多 个人拿起比较 包包的某某 结果也才记好 哎 老口又两个手里人一般很混 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 感伤令人好多 有几个真累过 老口都用掉过 前往老子宝宝都不要老 阿嬷第几别离玩家 你不是铁鼠 你们属于昙花 我们是辣狗 不用讲点太多 可是要来咯 小脚实习快走 说老子吃好狗 你吃好狗地了 对你小吼 因为我讲礼貌 恨后有好多 个人拿起比较 包包的某某 几个月才记好 拉酒一直往上 跟动机场 连食物都靠 早就汗凉 看谁在漏 给老自然 看不到路好过很重时装 丢了档子上面的 声音在哪里 Limbing my body 少许点脚都看点饱 回家不会玩笑到想老 腹肉脚炒 衣服或毛 Rubstar都需要被平衡好 问题都丢给你个人结效 假装成功力都没得新药 中国行业在最后一次 Let's go 老子吃好狗 你吃好狗地了 对你小吼 因为我讲礼貌 恨后有好多 我个人拿起比较 包包的某某 结果月才记好 我们吃好狗 你吃好狗地了 对你小吼 因为我讲礼貌 恨后有好多 我个人拿起比较 包包的某某 这个月才记好 我们吃好狗 你吃好狗地了 深圳 大伙人家也都认识 是一位这个特殊的嘉宾 盖爷给我们腾讯的网友 文字好 你叫我盖就行了 叫我盖就行了 嗨大家好 所有的现场的 以及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能来到全明星参加表演 首先要感谢CBA联盟公司 以及李宁 因为我跟李宁本来就有 对在很深入的一个接触 对对对 舞蹈吗 对对对舞蹈系列 那当然今天也是非常期待你的好的表演 那其实平常经常看球吗 看看 CBA里面喜欢哪个球员 CBA里面我喜欢斩咬川 对斩咬川 以前还有阿迪江 那暴露年龄了 对还有李兰老师这些 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我经常会用腾讯的 VIP 体育VIP 然后看NBA CBA都在看 好 那欢迎你给我们 youtube送一送李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其实就是这个比较严肃 就是这个嘻哈文化进入到中国的时候 最早受大众认可 就是篮球和说唱 那你觉得这两项 这个在嘻哈文化中的这个部分 他们有什么共通的地方没有 我觉得篮球和hiphop他一样 他都是不被限制的 我觉得包括在场上打球的人 他们一直都是有一种向上的一种力量 无论如何都要朝篮框进攻 然后hiphop 这个我的感觉其实就是说 对命运的一个抗争吧 其实和篮球共通 共通一点 在我看来就是打篮球 必须要听hiphop 这是肯定的啊 当然了咱们今天 还是要给盖这个赛前更多的休息时间 以保证他有更好的这个状态 参加今年全明星赛的表演 非常感谢盖 感谢感谢感谢